透过佛曲的演唱,希望能够帮助大众抒发内心的情绪 明海法师音乐红法十余年,将佛曲歌词填入曲中 借由音乐的传递让无上的智慧能够生死心田 其中更已描述清醒的佛曲快知人口 与会的大众们,情绪随着旋律流动,时而愉悦时而改进 在短短两小时中体会到佛曲奥妙 音乐会之前,我就收到了一个讯息 就有人透过脸书传达讯息给我说 师父可不可以我们来唱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陪你一段》 那么这个内容是讲有关于已经舍抱的亲人的 我们对他的那份感念,那份怀念,那份不舍 那么愿意把这一份伤心转化成一种祝福跟感谢的 这样子的信念来传递出去的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写了好久了 那么最早期是在新加坡唱 在新加坡唱的时候其实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 那么后来因为旋律确实很棒 我们后来又自己的人呢又把它填上了这个国语的歌曲 不管是闽南语或者是国语歌曲都非常的感人 让大家可以很尽情的放松 投入在音乐里面 那么投入在这个旋律跟自己的情绪的 这个应该说是交互变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 情感与音乐的相互交织 让内心的情绪更加强烈流动 热泪更是躲宽而出 明看法师贴心地关闭音乐会的所有灯光 让大众能有时间收拾自身情绪 音乐结合佛法的全妙组合 更是一种以佛陀巧妙的殊胜法院 十方金文银洋一带锦鱼林 高雄的参访过来